弗拉基米尔·安德烈夫 , 1974年毕业于图拉丘利大学 , 是信息技术与新闻硕士 , 在1975年到2001年, 安德烈夫校立与俄罗斯武装部队, 退役时军衔士上校 , 1975年到2001年, 这位俄罗斯退役上校每天仍然关心着国际局势, 在谈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时, 他说,安德烈夫坐在远东哈巴罗夫斯克 , 的家里说,中国只是区域大国,离超级大国还很远。 安德烈夫解释说, 如果一个国家是超级大国, 那么它能够在自己的区域以外的多个地区产生影响。 这是通过建立政治, 经济和军事能力来实现的。 这些能力被用于在世界中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只有经济和军事强大, 才意味着你有力量, 但并不会让你自动变成一个超级大国。 日本和德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但它们对其地区的影响都是零, 日本只是拥有一些经济实力, 甚至在东亚地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 它从未成为超级大国, 引来没有影响到全球的权力平衡, 即使今天, 也从未超越它的边界, 从来没有影响到亚太以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 中国的历史, 大部分是由国内战争组成的, 以统一国土, 保持内部团结, 掌握国家缓冲区的控制和保护银海水域, 是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注重的事情。 如果中国有能力和远见, 对其他地区夺施加影响, 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在全球事业方面, 超级大国应该有一个, 关于世界应该按照什么知识运转, 然后建立机构和执行计划, 以实现这一目标的观点。 二战后的美国, 对世界树立了意识形态的世界观, 另一方面, 苏联对世界的面貌有不同的看法, 然后努力吸引更多的国家到其视野, 并将它们带入东方集团。 世界其他国家需要在这些相互禁定的世界之间进行选择。 就中国而言, 它对世界没有意识形态的影响。 它认为, 世界不应该有全球霸权。 基于这一事实, 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是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认为, 应该有多种力量平衡彼此, 甚至是区域平衡。 中国并不想影响其他国家, 因为它认为中国的文化不是普遍的, 是对中国特有的, 中国对当前的全球秩序感到不满。 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是强大的, 但不是帝国的权力。 这是一个阻碍中国的问题。 它实际上并不拥有全球视野, 中国想发挥自己的作用。 但这仅是战术上的。 在实际中, 它对世界没有任何看法。 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支配自己的区域, 所以目前它缺乏超出这个范围的放暗的能力。 对于超级大国来说, 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来扶持它的崇高目标。 今天的美国是唯一拥有强大经济的全球力量。 它只有18万亿美元的经济, 这产生了巨大的财富, 满足了国家的基本需要, 使它能够创新, 并为美国的全球地位做出贡献。 毫无疑问, 如果美国的经济下降, 美国就不能做它在全球范围内做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出到现在, 中国从一个主要的贫穷国家, 转变, 成一个全球经济之人。 今天的中国, 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可能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第一。 然而,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 人口众多, 这意味着就业是中国投号优先的事项。 中国建立了一个全球矿产, 大宗商品和能源供应链, 为其工业提供养料, 然后为世界生产商品, 这确保每个人在中国都有工作。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 它的重点在于出口, 这使得中国经济对国外消费中国商品的需求有很大的依赖。 中国人了解他们对外国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 并知道一旦有外国势力封锁, 都会影响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正在试图将其经济重新调整为国内消费。 这里的挑战是, 需要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提高。 因此, 中国现在抓住于发展其内部, 中国的一带一路, 试图建立新的陆地和海上航线, 将中国内地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连接起来。 如果中国成功拉动了这个方案, 中国将变得非常强大, 原因是超过90%的全球贸易是通过海洋而不是陆地发生的。 超级大国需要具有军事能力来保护其在多个区域中的位置并呈现强大的画像。 历史上, 中国军队一直是以陆地为中心的力量, 旨在与敌人在陆上作战。 在这一点上, 他忽略了空中力量和海军。 直到1991年, 美国与伊拉克战争的结果, 导致了中国军事理论的重大反思。 中国军队在军事发展中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大部分, 并一直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军事思想, 有着同样装备, 并遵循类似思想的伊拉克军队, 用他的鬼捏提醒了中国人必须发展现代精密武器, 才能确保他们的军事力量。 因此, 中国的军队进行了现代化, 以便使他们与世界的力量相提并论。 然而, 中国的地面力量, 在从内部安全, 转向外部扩张方面面临着重大挑战。 中国的军队主要作用是防御。 中国军事力量不倾向于进攻作战。 从上世纪90年代初, 中国一直在寻求发展蓝水海军, 能够在境海水域以外地区运行的海军力量。 尽管中国正在设计和建造越来越复杂的战舰, 但是但是在推进系统, 传感器套件和主要武器系统还落后美国, 俄罗斯等军事大国。 中国的舰船能够航行到遥远的地区, 但它没有形成全球规模军事能力的动力, 这将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 因此, 中国在发展本国和摆脱过去落后的过程中, 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但中国只是区域大国, 离超级大国还很远, 它对亚太以外的地区产生的影响为零。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